当地时间5月5日,SpaceX新建原型机SN15在德克萨斯州进行的试飞测试中成功着陆 此前,新建原型机进行过4次试飞测试,但均以失败告终 此次是第5次测试,试飞高度为10公里 该新建是SpaceX公司开发的测试型重型火箭,是完全可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 该公司创始人马斯克表示,这一技术研发旨在使人类的太空旅行变得更加经济和常规